好, 多謝天佑 多謝天佑 我不客氣了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不在店房間罵你 你就好, 哪剩下我們 一邊夜等於失業 是啊, 爸爸媽媽這麼辛苦 供我們讀書 不是為了我們有一天 可以立足社會 現在連肯駕駕 靠我們的單位都找不到 房天佑 阿姨 阿姨, 阿姨, 阿姨 那些師兄師姐就一起玩 對… 一起吧 兒子 什麼 吃了東西就要幫人做事 各位師兄師姐 你們儘管玩 那張單位就拿了 你儘管玩了 阿姨, 不能玩了 不可以… 你看, 爛了 真的爛了 不過前台那裡應該有紀錄 我快點去玩 兒子 阿姨, 不能玩了… 行了, 我可以賣的 你…你不能幫人 就不要花別人的錢 知道嗎 我現在去賣單 玩吧, 你們玩吧 阿姨… 我給你… 那你幫姐姐看店嗎 不給人家 姐姐姐… 你什麼事? 找什麼… 沒有鑰匙 你是不是找鑰匙來拿公章 找到了 滑鬼環 滑鬼環 沒有 你鎖在那裡嗎?公章 你以後都找不到 媽, 怎麼好好的要按住腰 最近腰尺尺 你沒事吧? 沒事 你確定? 那不如你跳兩下來看看 來 有聲響 糟了… 糟了…姐妹 你不是有什麼傳說中的腰椎奸盤突出嗎 我猜過你的嘴巴, 你也突出 你不會把尿袋藏起來 知道你的尿袋是什麼尿袋 謝謝 兒子 說不定, 追 你回來了 正屎蠢 笨蛋的自己人頭嗎?自己養兒人養兒 你看到那些學生哥都很困難 幫得到人就幫了 有空了吧?幫我搬牌子出… 叫你來拔也睡 你那些同學就有人沒工作 我們這間旅館就有工作沒人做 那樣的圓圓冰冰, 玩得都瘋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來上班 那不如請你臨功, 請臨功 不用這麼辛苦 不用了 你真是下巴輕輕 你現在的旅館有很多事被人做 請人不用付錢嗎?請人, 很重的 T.O. 阿姨好… 阿姨, 你們是… 你們三個畢業了一個多月 媽媽又幫你扔了公章 你不是又招呼兄弟姊妹去扔章嗎 慢著, 不要搞錯 我說了, 最後一次了 不是, 阿姨 這次過例不是找你扔章 是找你幫忙做業的 哥哥仔, 阿姨這裡是開旅館的 就不是職業中介 我怎麼幫你們找工作呢 阿姨, 這裡這麼大的旅館 是呀 可以幫我們 不是吧, 幾個大學生畢業來這裡打工 是高材生, 旅館打工仔 不是呀 財商那麼多, 找工作真不容易 我們實在沒辦法才來找你們 是呀 是呀 那…就是在這裡騎牛找嘛 是呀 阿姨, 我們不會找那些故事 在這裡做一天就會認真一天 是呀… 那我們還在那裡?又想做事 幹什麼? 阿姨, 拿回那些… 阿姨, 你們怎麼了?打拳架 我是這裡的服務員, 還給我 服務員? 是呀…我就是這裡的老闆娘 老闆娘, 有什麼事跟我說吧 老闆娘和服務員打拳架 老子糾紛更不得了 怪不得搞特價沒人做 老兄, 你聽我解釋, 不是的 我… 阿姨, 不好意思, 對不起 是呀… 不要…怎麼回事 就是她還沒罵人呢? 應該還可以談 進去求求你 三位英俊 不是阿姨不幫你們 是實在有心無力, 你知道嗎? 我們這間是女館的 之前請了兩個傭人 已經是消除了我們的能力範圍了 現在兩個不在 那些事都是我一個人做的 我都可以消化得到 所以我是不需要再請人 你明白了嗎? 阿姨, 不怕你嚇我 我們真的是沒有地兒落腳了 沒有呀 房子都付不起了 是都要在廣州找工作做的嗎? 你看, 爸爸、 媽媽這麼辛苦 跟我們讀書 都是為了我們可以在大城市 七雲童地的嘛 是呀, 終於發了七屋給我 必要明見爸爸媽媽媽了 說得自己這麼生性 好像我不答應就沒有人性 真的 各位答應了, 各位答應了 你們胡說甚麼? 我甚麼時候說我答應了 不如這樣吧 我這裡就有些錢 我借錢給你們 出外面租屋住, 好嗎? 阿姨, 我的禮物不是老錢的 那… 媽呀, 賺錢達人就很傷自尊心 阿姨, 你要是顧慮的錢 我想我們有成本負擔嗎? 我們會幫你省的 只要給我們一個工作機會 有吃有吃 工錢多少隨便你 對, 是呀 其實連住也不用擔心了 我們連床也帶來了 不是呀, 連家具也不會買來 是呀 我們呢 有一個智能化移動家居 是帳篷頭 是呀 媽呀, 不錯呀, 挺舒服 你這個不錯的死人頭 原來你們的特家旅館 就是讓人睡帳篷 真是意思 不是… 不是… 美女, 你替我解釋是不是 你們… 阿姨… 阿姨, 不好意思 阿姨, 不好意思 阿姨, 不好意思 你… 你… 不答應你們呢 你們就繼續在這裡賭我米, 是不是 我真是怕你們了 為甚麼你答應了我們 多謝阿姨 我… 我才聲明 我答應就不是答應給你們做事 我答應就借地方給你們住 我不收你們租金 如果你們找到工作 就立刻搬走, 好嗎? 站在幹甚麼 跟我出來拿鎖匙給你的師兄 阿姨 阿姨好像是看在千修的面子上 勉強收留我們的 好像都怎麼歡迎我們 我們是不是應該為自己打算一下 對 幫自己留下的本錢 老闆娘 來…小心點…有甚麼事吩咐 說吧 當事不好, 房地裡… 別走 慢著… 甚麼沒了, 誰沒了, 你不要嚇我 不是, 我們放在洗衣房的衣服不見了 嚇得我, 不見了衣服吧 重大件事嗎? 我那兩件衣服都不見了 阿便還有我幾百元 媽, 你不覺得很黑嗎? 當然黑了 神祖來來被人投訴, 比麥斗還黑 那條酒廊 那些燈沒鬼沙黑的 是嗎? 對了, 為甚麼那些燈罩都沒有了 不知道 還有門口那塊寬形地毯 還有每間房門口的地毯 全部都沒有了 老闆娘, 你這間店的產品這麼厲害 怪不得收我們這麼便宜 原來是自有黑點 不是… 你即刻給我們推法 冷靜… 等我搞清楚這件事才好, 好嗎? 還等嗎? 昨晚我沒有為他捅一刀 都算命大了, 那… 兩位哥, 給你聽我解釋一下 其實我是這麼想的 你想想 那些賊絕對不是那些大賊 絕對是小偷小摸 你想想, 連地毯都偷 又骯髒了, 是不是? 又多塞了 沒有大志, 怎麼可能殺人呢? 沒可能的 你自己抓了 甚麼? 原來你們旅館的衛生狀況這麼差 居然還有獅子 不知道…有沒有皮蟲 如果我被牠咬了, 你要扶著 不是…絕對不會這樣 我只是不斷打個比喻 真的越說越亂… 等等 甚麼? 我…我知道是誰偷的 神探, 你知道嗎? 你那三個師兄 沒可能 怎麼會沒可能? 你試想想 我現在不聘請牠在這裡做事 牠懷恨在心 而且迫得山窮水盡 牠沒有拿拿就隨便拿東西走 我們學校不會有這種人 這些叫人窮致短 狗急都會跳牆, 是不是嗎? 不, 我去問問牠們 你別急著, 讓我了解清楚 你看, 行李都拿走了 我去問牠們, 該灰了 床褲被子也拿走了 不是罵成這樣嗎? 真的, 別說這麼多 趕快報警吧 不…你一報警 他們幾個就沒有前途了 現在你包庇犯罪 你也沒有前途 你不報了吧?我報 老闆娘, 東西找到了 找到了 又搞什麼? 怎麼樣? 原來是你們這裡的幾個小屋員 把我們放在洗衣房的衣服 都洗乾淨了 而且還燙乾淨了 簡直要比外面的洗衣店還好 幸虧牠們在西山前 把幾百元掛出來 否則早就爛了 即是說之前那些都是誤會來 是嗎?那就好了 你們就不退房了, 是嗎? 不退了… 幸虧你這間店 否則早就損失慘重了 那就好了 謝謝 早安… 早安… 三位哥哥仔 其實你們不用這樣 我們在那裡就約了 就應該做點事情 你們之前不是說要為自己日後做打算 然後就要留些… 這些本錢給自己的, 是嗎? 我們的意思是這樣的 做多點事才有本錢 讓你留下我們 是呀… 他們幾個都算不滑了, 媽 那些燈罩地址都洗光了 連自己的房間床單被酒清理了 那他們的行李呢? 行李? 我們的行李, 放在洗房間 我們做單房就行了 每個都在你一間房間 影響你的生意 多懂得做, 好兒子 這麼好兒子就請他們在那裡做事 留下他們 知道嗎?你留… 如果我跟他簽了這個勞務合同 就應該有負責任了 這就是勞工之間的事 有法律條文的 你自己怕麻煩, 怕糟糕 那我當然不是這麼說 我也覺得沒必要 你試想想 那些燈罩, 地址 剛才全部有保潔公司承包 床鋪比赤 全部有洗布衣公司承包 不用自己做的嘛 對了, 你們三個少爺兵 我認為你們過夠人就算了 安安心心在這裡住 住到你們找到工為止了 先搬, 好嗎? 行了, 阿姨 既然這裡沒什麼要做的 那我們就知道該怎麼做了 那就好了 用力 真是夠壞 爹, 你怎麼指別人做事 這三個雜工不是你們旅館免費 請回來任我洗的嗎? 不是 是啊, 有什麼要做的 吩咐我們就行了 你都說死了 不用做了, 停手… 真的不用你們做了 放下點東西吧… 不用… 為何他們又說要做? 什麼事? 怎麼這樣? 這三個大學生剛畢業 還沒找到工作 但沒免費回家見家人 打算…媽, 讓他們留在酒店打工 但他又不肯 他… 不肯? 那豈不是很怪? 他們是免費的, 不收錢的 免費也不用 你是不是撒掉了腦袋呢? 拜託你做人別想了些縮數 這… 這群大學生過來我只是騎牛尾馬 如果要請他們 一來我要出薪 二來我要買三金, 很重的 你不僅撒掉了腦袋 你連耳耳都賺了 你聽不到人家說什麼嗎? 不用錢的, 捉… 出來走遲早要還 有句話叫便宜莫貪 你幹嘛欠人情才行? 停… 不是我不請你們 他說不親你們玩 那你們冷死狗 真的不用你們做 走… 其實我媽媽也想幫大家 吃叔叔也沒問題 不過請你們做事就不好 對, 真的不需要… 那好吧, 既然你在這裡 沒有需要我們的地方 肯定有需要我們的地方 我們走吧 老闆, 打不住了 那我走吧 太好了, 罵我 你們三個要去哪裡? 他們又找什麼? 酒店事多都不收留他們 我想他們之後 就會去餐廳和發露 選人家了 又有在這裡 主持人家 喝了活的 都不是說 不經常 那個人 他..? 我們留下 那個人 是有普遍事 人家 我 你打不住 他 我不想 師妹 都不低 這三個年輕人是甚麼人? 去你那屎打工的大學生 他們去你那裡做完事 過來我借你幫忙,謝謝你 別這麼好考慮,我還沒簽他們 還沒簽?還沒簽得這麼賣力 可以請一個 你請他是不是?這樣就行了 兒子,快點去拿幾個空白的 有人收他好了,我去拿… 有…有個… 我們這間的排檔底 怎麼能請起三個大學生 不過現在營業高峰期 是呀,我真的有一個人 忙到這一刻,你就留下這件事 你幫幫我忙 阿姨,阿姨,讓我來 這邊做店長順便過來吃飯 我幫他就幫你幫忙 我現在給你那三個師兄 搞得騎火難下了 什麼?人家不是問你拿十萬九千七 叫你給一位就業嗎? 阿姨,阿姨,千秋 你好 阿姨,餐廳的忙在忙嗎?忙完了… 我們過來看看還有什麼要幫忙 是嗎?廚房? 是呀… 先生,我幫你一頓 你怎麼搞錯?你不回家搶東西? 住手 兒子,幫這位客人拿行李上房 來,趕快拿好東西,稍後再下來 是呀… 扮那個廚房登記,不好意思 別對人這樣摸 知道了 我去幫你出來,我去做我吧 你看看,你一定是否在勝利 是行了,你都在心裡 很多人都會想到 在餐廳也搶, 在這裡也搶 搶什麼才行, 嚇壞客人 阿姨, 不好意思 我沒有服務經驗給你們簽麻煩了 人生出來也沒有經驗 經驗是慢慢積累的, 要學的 阿姨, 你的意思是… 我現在決定就簽你們三個 在你們未找到更好更合適的工作之前 我暫時收留你們 謝謝阿姨… 謝謝阿姨 我其實覺得於心不忍, 知書識墨 來幫我打工, 我…我於心不忍 我過意不去就算了, 努力吧 做人要低調點 知道… 三位學生哥, 你們已經做了一個月了 這裡是你們這個月的薪水, 拿著… 阿姨, 請我幫你 不要嫌棄, 雖然是少一點 不過按照廣州最低薪水標準的 是嗎? 阿姨, 請我不要… 不要… 對… 我知道你們有情操, 有抱負 但你要明白一個道理 有付出就有應得 所以這些是你應得的, 拿著吧 不行的, 阿姨… 阿姨, 這個月裡我們從低造起 學到很多學校裡都學不到的道理 如果換了其他公司 還會收我們實習費 是的… 其他公司的人是無量的 我怎麼會這麼無量呢?不會的 所以我認為你們應該收了這份錢 為甚麼這麼說呢? 因為你們幫了我很大忙 而且你們晚上還要去充電 又要學習 所以我認為聰明, 你學一下別人 拿著吧, 來 阿姨, 你們不知道 我們除了平時忙著學習充電之外 還在網上發佈信息找工作 是呀, 所以我說你們是有抱負 你們會怪我們嗎? 怎麼會怪你們呢? 說得比較難聽 我們這裡的平台比較小 你們抱負這麼大 我也不好意思阻礙你們前程 是不是? 話說回來, 你們上網 有沒有找到甚麼工作做? 已經落實了 是呀 留在家創業, 開網店 厲害, 年輕人不要緊 做一做一做就會做大了 沒堅持的 我打算考驗, 然後再學多東西 好, 有句話叫什麼? 書中自有黃金屋 多讀書沒有壞的 我找了一家公司 雖然規模小老點, 但是專業對口 不要怕辛苦 有抱負有理想, 我看好你的 之前我們都很迷茫的 多謝阿姨 謝謝阿姨 不要客氣, 真的不要客氣 我們度過了最難就要貴 是呀 其實哪有幫到你們呢 是你們自己幫自己 你們自己努力也真是呀 是呀 是呀 兒子 你不想說話嗎?就說不少 先說這麼多 好…鼓掌鼓掌鼓掌, 鼓掌鼓掌 好… 好, 領導人說話 怎麼做 中學生跟大學生說 我以為我的腳多震 別說這麼多了 把錢給你的師兄 待著吧 不然客人又說我們打架了 來, 待著… 對, 待著吧 謝謝阿姨 謝謝阿姨 不用客氣… 謝謝阿姨, 說得嘴巴也疲了 媽媽, 走吧 有空就過來看看我 祝你們三個前程似的 祝你們三、二、三、二、三 謝謝… 謝謝阿姨, 再見… 再見, 我們回去探望你們 開車吧 謝謝阿姨 該坐… 不居我說好… 我來把錢記上wład 待會兒整理 adores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